感谢我们的企业家朱山东先生 对我们产录工会的史上部 今天捐了10万块美金 真的非常感谢他 他对我们的下一代的教育 老龄家的抚养 各方面有困难人士的帮助 他出了很大的 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谢谢我在这里代表 美国产录工会全体独能 对朱山东先生的捐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朱山东上世纪90年代 从福建常乐来美 是纽约时代集团总裁 集团在纽约曼哈顿和皇后区 从事建筑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 业绩5年来已达到5亿元 今天作为美东社团联合总会总顾问 美国常乐工会荣誉主席的朱山东 在总会共同主席梁冠军的陪同下 向美国常乐工会捐款10万元 希望可以用于学生奖学金 期劳抚恤金和工会薪职的维护和运营 主要我觉得我们在企业这么久 本身我就来自于常乐 然后就是说我们取之于社会 愿之于社会 还是就去 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做一个 不算 就一个小企业家 我觉得就是更多要回馈到社会 就是回馈给我们自己相亲 朱山东说 在美的常乐人中 有很多成功的商界人士 但是愿意无偿捐款 帮助乡亲的却不多 他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鼓励更多的常乐籍企业家出钱出力 为在美的常乐乡亲们贡献一份力量 我是敬我自己的微博之力 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 可以捐更多 谢谢大家 美国众人电视王一一 纽约报道